大家好 这一讲我们来介绍关系的密与道路的第二部分 之前我们定义了R的N次密 R的无穷次密 AB有序对属于R的N次密 当且仅当存在着R中从A到B长为N的道路 而有序对AB属于R无穷 当且仅当存在R中从A到B的道路 不限定长度 上一讲我们遗留的问题就是 集合A中元素较多的时候 如何计算R的N次密和R无穷次密 手工绘制 繁琐困难易错 因此我们必须要变更技术路线 那么这个新的技术路线是什么呢 就是代数方法 或者说就是要使用关系矩阵 首先呢 我们给出R的N次密的另一个定义 假设R是集合A上的关系 N是一个自然数 我们定义R的零次密为A上的横等关系 R的N次密地规的定义为R的N-1次密符合R 那么可以很容易地验证 这个定义和之前我们使用道路的定义 二者是等价的 那么我们现在给出一些代数结果 R的2次密 它的关系矩阵就等于R的关系矩阵 与自身的布尔基 实际上这个结果呢 是我们之前 介绍关系的基本运算的时候 符合运算的关系矩阵的计算方式的一个基本推论 那么R的N次密的关系矩阵 就相当于是R的关系矩阵和自身做布尔基 一共做N-1次 也相当于是N个R的关系矩阵的连乘基 当然这个乘基指的是布尔基 也记作下面的形式 之后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R无穷次密 它的计算方法了 我们定理给出一个结果 首先R的无穷次密 就等于R并R二次密 并R三次密 并R四次密 不断进行下去 那么继而R无穷次密的关系矩阵 也就是若干个关系矩阵的病 这是第一行 我们再把这若干个关系矩阵 实际上就是R的各次密的关系矩阵 写出就得到了第二行的结果 所以我们主要证明的是R的无穷次密 等于若干关系的病 这个一般性结果 我们要分两部分证明 因为我们讨论的是两个集合相等 第一部分我们要证明 R的无穷次密 包含于R并R二次密并R三次密 直至进行下去 我们取 有序对 AB属于R无穷次密 那么根据定义 就存在着 R中从A到B的道路π π是有限序列 那么这个道路就一定有一个 有限的长度N 所以就存在着 R中从A到B长为N的道路π 这说明 AB就属于R的N次密 那么也就自然属于 这个并级的结果 这就证明了第一项 第二项的证明完全类似 我们假设 有序对AB属于 这个连序的病 那么它一定是属于 其中的某一个R的N次密 那么就存在着 R中从A到B长为N的道路 也就存在着 从A到B的道路了 所以AB属于R的 无穷次密 证明了第二部分 两部分综合就证明了 定理的重要结果 但现在同学们思考一下 这个结果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事实上 这个结果 在操作上 存在着一个 计算可行性与否 什么意思呢 不断地求并级R 并R的二次密 并R的三次密 并R的四次密 并R的五次密 那么一直要计算到什么时候 可以终止呢 如果永远都不能终止的话 我们怎么用计算机来完成这项工作呢 好 事实上 如果R是有限集合A上的一个关系的话 注意 一定注意啊 有限集合A A包含N个元素的话 那么 该定理表明 求并的这个过程 不需要 无限制的 不断进行下去 只要计算到 R的N次密 即可 于是这个计算 就有可行性了 它一定会终止 会得到正确结果 我们来分两部分 证明这一点 因为我们讨论的 还是两个集合 相等的情况 那么第一部分 很显然的 一部分 病 当然包含于这个 无限的病 第二部分 我们要证明的是 R无穷自密 包含于 这N个关系的病 这是我们要证明的重点 我们通俗的来解释一下 我们要做的工作 就是 如果AB属于R的 无穷自密 就是存在着 A到B的 道路 那我们要证明 AB一定属于 右边 N个关系中的 某一个 或者某几个 也就是 一定是存在着 A到B的长度 不超过N的道路 我们再总结一下 如果 有A到B的道路 就一定有 A到B的长度 不超过N的道路 例如 集合A中 有五个元素 图示的是 从一到五的一条道路 长度显然是 超过五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 从一到五的 长度 不超过五的道路 而且其中的 有向边 都是确实 存在于R中的 因为都是 上一条道路中的边 我们给出 形式化的证明 假设AB属于R的 无穷自密 那么就存在着 R中 从A到B的道路 我们假设 道路长度为M 如果M-1大于N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间经过的 X1 X2直至 XM-1 这M-1个顶点 是多于N个的 但是集合A只有N个元素 所以由割潮原理 一定存在着 某个顶点 XI和XJ 使得XI是等于XJ 例如 在之前的例子中 中间顶点中 出现了重复的顶点 4 那我们就可以对 原道路进行改造 我们把两个4 直纹的桨捏在一起 合成一个顶点 上述的道路 就改变成了 下述的表现形式 实际上我们在 4这个顶点处 兜了一个圈子 我们跳过这个圈子 不兜它了 就会发现 道路长度缩短了 但是仍然是 1到5的道路 这时中间顶点 没有再重复的了 因为如果还有重复的 我们继续操作 把兜圈子的圈去掉 一般的讲 从A出发 到Xi之后 继续前进 到Xi加1 直至到XJ 这时候XJ呢 是等于Xi的 再从XJ 也就Xi 继续前进到XJ加1 直至B 那么其中 绿色的部分 就是我们指的 兜圈子的部分 我们可以把它去除 改造道路 得到了更短的道路 在更短道路中 如果中间顶点 还有相同的 我们继续的 去掉兜圈子的路 不断的变短 直到中间顶点 彼此不同为止 好 第一个步骤完成 因此总可以假定 道路中间 经过的顶点各E 也就是M-1 小于等于N 这时道路长度是M 那么M-1小于等于N M呢 就小于等于N加1 如果M小于N加1 那么M不会超过N 这个定理就完成了 那么还剩下一种情况 就是恰好 M-1等于N 换句话说 中间顶点 经过了集合A中的 所有元素 经过了所有元素之后 我们再考虑 起点A和终点B 就会发现 一定存在着某一个K 使得或者A等于XK 或者B等于XK 因为AB也是A中元素 而A中元素 每一个都作为了中间顶点 一定会相同 那么不失一般性的 我们假定 XK和A相同 例如 在中间顶点中 又出现了1 和起点相同 那我们把它改造成下图的样子 相当于从起点出发 兜了一个圈子 又回到起点 那我们就把这个圈子去掉 路变短了 而原来的道路长度 是N加1 只要变短 就一定不会再超过N了 这是更一般的情况 从A出发 直至XK 又回到了A 继续前进 经过XK加1 直至B 那么我们仍然将 绿色兜圈子的部分 删去 道路改造 得到更短的道路 一定长度 不会超过N 于是最终 经过两个步骤 我们就得到了 从A到B的长度 不超过N的道路 π一匹 那么它一定属于 R R二次密 R三次密 直至RN次密中的 某一项 也就是说 AB属于 这N个关系的 并 所以就完成了证明 那么注意之前的证明 我们有一个关键的前提 就是 集合A一定是 有限集合 那么对于一般性的集合 是不是存在着 一个集合A 和这个集合A上的 某一个关系R 使得对于任意的N 我们做部分的并 结果都不等于R无穷自密 也就是R无穷自密 无论你算有现象 十项也好 一百项也好 一千项也好 中间结果 部分结果都是不正确的 请大家课后思考 这一讲就到这里 请大家课订阅